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实际上接的一个容器 它还接的直壶 或者接的水柱 洗手或者洗脸油 你说它当个金鱼缸养个鱼行不行 也行 当然了 你说我们古代青铜器时代这么大的话 还称得上是贱 就是唐太宗有名的魏征 以人为贱 可以什么 以死为贱可以知心器 以人为贱 可以什么 以同为贱可以什么 正义官 也是一种贱 但是你说它是个赌具 行不行 也行 但赌具比较小一点 不过刑制跟这个一样 你看宣德皇帝的 所谓的骰盔子 后臂的大碗 他拿来做知骰之用 刑制就跟这个一样 但他年代比这个晚了几十年 他就跟这个一脉相传 他原来不是作为什么知骰之用 你硬要来用也可以 但知骰之用比较小 我们通常骰盔子大概都是28 29公分 直径 我们这个直径呢 我量了一下 哈哈大的很 36.5公分 36.5公分 它算是一个超大的尺寸 不管它这个碗 或者它这个席 都是算是超大的尺寸 所以以前的23公分的那个拍卖 哇那个被国际大会讲的神的不得了 号称什么薛德晚王 苟尽23公分而已 那差远 你说他画得漂亮那是一回事 那23公分要成为晚王 实在不够 因为大家知道玩薛德慈气的 你知道薛德的那个碗啊 大到你 大到你 你都不敢相信 还不但是 他的碗哦 不但是他的圈竹碗 还有他的高竹碗都要比那个 所谓的碗23公分大 大得多的 我改天 我记得我有一件 我要找找看 找到的话我到时候秀给各位看 所以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 古懂古懂古人才懂 我们不是生在那个年代 但是我们都是怎么讲 我们做研究也好 我们做收藏也好 我们做鉴赏也好 我插句话 早上 我看到有一个人 他不太出现的 偶尔来按个赞 留了一句话 我就觉得这个人不错 我昨天破灯的北宋 北宋的那个煤瓶 北宋登峰窑的珍珠地的煤瓶 他就特别喜欢 他说这是国宝级的 这是这个传世非常稀少 这个绝对保真的 讲的比我还会讲 比我还会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兄不错 我也给他做那个回应 我说最起码他当一个 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的背景 我也没有点进去看 我也没有详细看 但是我看他流化那个口气 他最起码是个鉴赏家 最起码他是个古词的鉴赏家 没有我 他不见得是个收藏家 不见得是个多大的专家 但他最起码他是个鉴赏家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 自己的一个 对自己角色的一个定位 不要任意的 随意的去批评 随意的东山西讲 除非人家来请教你 你做一个回应 人家没有请教你的时候 尽量什么三间七口 或者要讲也尽量讲些什么 宽松一点的好话 我说宽松一点的 就不要把自己绑死 好话那就是怎么讲 留点口德嘛 说是 不要这么尖酸 除非人家跟你真的是 旧理论里针锋相对 那就不在话下了 对吧 好不好 我顺便这么一题 我今天为什么要剖出这个大碗 主要有两层的意义 两层 第三层的意义 就是宣德时期的闪盔子 尺寸比这个小 比这个浓缩 但基本上它就这个形势 我最近拍照还很麻烦的 我就因为我晚上照了 不像日光这么好拍 我还要拍它口言的地方的肌肉 大家知道永轩瓷器啊 肌肉有那种虾青色 那是当面看 上手看一眼就看到 可是你要拍照 那个效果是不好显现 我照了半天 还终于照到两张 半模糊不模糊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种 口言的部分有这种肌肉 这个就是永轩瓷器 尤其后胎瓷器的重要的特征 一般的碗盘的话 你就是看它的圈竹内 圈竹内的那面一溜 但不是说没有这种肌肉 没有虾青 就不是永轩瓷器 但是说有这个虾青的 有这种肌肉的 是永轩的瓷器 倒带的瓷器的几率就很高 这是一个算是能够 不是关键因素 但它是一个什么 重要的参考因素 所以这是一个鉴定的方法 这个塞盔子鉴定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它的气型 而塞盔子的气型 没有这么好做的 你看在外面仿这个塞盔子 没有仿多少 要是真的有仿的叶 叶叶变真假 因为它这个气型 并不是这么好 做到这么厚的胎 它要维持它的形状 不变不爆 不劣 是不容易 而它这个形式上的这种藏口 而且它这个腹部 又带有一定的这种弧度 这是很有这种审美情趣 这是一种美感 你不是仿定任意就做得出来 除了它的纹饰化工 说马里青这种件事 我讲的真的 胎又气型 胎又跟气型 我们那个胎 微微放一点火事 但是也不是太多 当然胎够干 因为六百年的磁剂 你说胎不干行吗 一定干的 胎非常的干燥 我们玩过高谷池的 我们早期玩 几十年前 我们玩那个唐山彩 玩那个高谷池的时候 嫌它太脏了 都喜欢拿布去擦 有的时候 布还不够 布在干泥擦不掉 用沾一点水去擦 一沾一点水 一擦下去 哇 马上那个土腥味 就冒出来 因为我们也玩青铜气 也玩玉气 高谷玉气 也玩高谷池气 那么对那个土的气味 非常的敏锐 一擦下去的那个味道 就像我们夏天 九旱大旱之望云 九旱逢甘霖 一下雨 地上的那个土味 地上的灰尘的味道 飘起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那个跟我们古池上 那个是不一样 我只讲那种现象 就是说 它干燥太久 突然间碰到水 它有那种味道 可是那个味道 是现代的味道 是现代尘土的味道 可是我们在高谷池上 一擦下来 出来的那个味道 那个就是什么 对了 那就是土香味 高谷池上的土带 有那种土香味 有那种称为土香味 外怎么讲 就是你玩这个的人 你要从各方面去辨证他的这个讯息 就像我们玩原意的人 哪里 隔了那几里地 我不要说几十里了 隔了几里地 有人在大面积的除草 我们一闻就闻到 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修养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在二十年前吧 去从英格兰开车出发 去游苏格兰 苏格兰 沿路 越往北沿 沿路都是牧场 除了闻那个马粪的味道之外 还要闻那个青草香 我们同行的人 他们只闻得到马粪的味道 但他们闻不到那个青草香的味道 我就可以闻得到 为什么 我们搞原意搞了几十年了 而且我们喜欢的 就是好尺道的 同样的 我们闻那个土味 我们都分得出来 这个土是什么 现代的土 我们现在天天种原意 不管阳明山的土 哪里的土 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分辨得出来 土的土有土 现代土有现代土的味道 古代土有古代土的味道 这个是装不出来 加不出来 好 我真的是讲它的胎 就漏胎的地方 它的这个地步 我为什么说这是永乐此基 而且我 当然没有款 而且我刚刚讲的 我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就是宣德的散盔子 他不是从宣德发明的 从石头缝里冻出来 不是 其他有志 永乐实际就有 只是他不做骰规子用 永乐他这么忙 永乐大帝 时间都不够用 武尊蒙古 最后什么 在归途中 累死 他不可能去玩 但是他那时候是做一种 洗之用 这是散盔子的一个来源 第二个 我就讲的 就是现在符合现代现况 前两天 我不跟各位介绍 我们还在丹麦拍卖 丹麦一间小拍 居然拍了什么 三千多万的人民币 三千五百五十万人民币 和大概欧元大概四百七十五万 美金大概五百多少万 五百三十万还是五百八十万 反正这个是个天文数字 天文数字 最起码我是买不起 最起码我是买不起 它上面就是一个 比这个烧烧大不了多少 但它不是碗 它是个盘子 四十公分的盘子 在我们收藏的人眼光来说 勉强称为大盘 勉强称为大盘 你说我后来秀出来那间 五十四公分的 那种才称得上大盘 一般四十公分的 勉强称之为大盘 它是给它上面龙纹 很特殊的龙纹 它是永乐青花 海水 它的那个海水浪涛 海水江亚纹 海水反白龙纹 反白暗科龙纹 然而它的外裙是青花龙 有四条青花龙 在它的盘子的外壁 内壁就是一条反白的龙 但那个龙的一个特征 都是怎么讲的 头发往前冲 猎毛啊 它的那个头发 龙头发往前冲 这是一个特征 第二个 那个龙啊 还怎么讲 感觉上 有点像那个Pittles 在英国 我们在英国 大家讲 Bittles 在英国的Bittles 带一点嬉皮的味道 不是 像我们干过军人的 一绒整齐 不是这样的 一绒整齐 是规矩 是制度化 但太规整了 但嬉皮喜欢 把头发弄得好好的 故意把头发撩乱一点 现在还有一些 演艺人员也是讲 出门之后 会把头发弄乱一点 它就是那种乱 它是有意的乱 有意的乱 所以 而且 斧头发向前冲 它那是三爪 是外消耻 我也认定它是 这个我个人的开发 我跟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观点 我只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讯息 把它 这个copy下来 接触下来 就是分享给大家 而且很多专家 我看好几个网站 平常都 都很声音很大声的 到处在批评 最近声音都小声了 不晓得是不是 我前一阵子 有讲过他们几句话 虽然我还是 站在肯定的立场多了 我记得有两个 有两个网站 也很follow这种 国际大派的讯息 非常好 而且祖室的人也对石器 骨质 尤其是对明镜 灌扬之籍有相当的素养 这是没得话说 我就略作批评的时候 我只是救世 在论事 我也是希望他们尽量 还是把声音发出来 这是百家争鸣的时代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才能够百花齐放 这才是一种美 好了 我们就笨鸟先飞 我就是抛砖引玉 其实我已经昨天讲过 那个是永乐 第一个是外销子 第二个 它是永乐初期 永乐初期的龙 还没有形成一个规制的时候 因为红武基本不画龙 红武 红武因为跟元朝人作战 他不画龙 他即便画龙 他也不要跟你的龙一样 你看他的最大的不同 我们看瓷器上就是这样 那个玉虎春饼 你看那个元朝的玉虎春饼 跟红武的玉虎春饼 他们的年代是几乎是相交汇 而且有好大一部分是重叠的 他们玉虎春饼久然不同 一到了红武 朱远昌把玉虎春饼 肚子放得好大 而且还有垂坠感 地主也扩大 这有它是要区隔于元代的玉虎春饼 而且它是希望这玉虎春饼 顶加大 重心向下垂 像不倒翁一样 像它的国座那个长久 不要像元朝不倒一百年就亡了 它希望一种稳定 我们研究人相学的 我们自然从人类学 研究人相学的 你要是不懂人类学 你就不要问 你不懂得历史也不要问 我们讲说以史为界嘛 可以知心境 你看象也也是这样的 大环境了解的时候 大气候了解的时候 我们再论一个人 这样 所以基本上红武时期 他跟元代是对撞 他把元推翻 他们之中那些敌对 那到了他儿子 燕王 这个朱立时代 他就没有这么大的仇恨 他虽然是把蒙古人 还是往北赶 那至于国家安全 但是他年轻 就到任的 所谓的燕王 驻扎在大陆北京 那边就很多蒙古人 北京一直到现在 它都是关内关外 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姓刘 我们用的是查 我们的祖府 开玩笑 你是五胡乱华 对 我是五胡乱华进来 我们就带有一点点 那叫什么 带一点点 塞外的那种 那种血性 跟塞外的那种基因 是没错 像刘 我们以后再谈这个刘 这个刘 它有三 它有三个系统 查我们刘性的这个渊源 其中很重要就是 胡人 有胡人的这种血源 对吧 所以知道 在北京那边的地理环境 就是这样 所以它 你看它也种白色 蒙古人是种白色 南白有 蒙古人 它那个蒙古包都是白色的 永乐也喜欢白 对吧 在他的王上加点白帽子 姚广孝 他的国师 说我送你一顶白帽子 意思就是说 我帮你策划怎么样 夺下这个黄泉 对吧 就它喜欢白色 它的命中 白是它的喜用神 以八字来说 是它喜用神 而且他帮他的父亲 母亲 盖那个大包饰 也是用白色流的一碗做 而且他生活用具 都是以什么为主 以瓷器为主 瓷器又以什么为主 以天白又为主 这都有记录的 以天白为常 以什么 苏玛迪金为事 以红又为宝 然后他的天白又 他曾经讲过 一句话 杰树云然 胜是于心 这就表示喜用神 他抓到这白色 他认为这天白又 杰树云然 我们懂八字的 教八字的 你就知道 杰树云然 胜是于心 就那白色 已经跟他的心 是连在一起 各位 你就知道 所以他这个崇白色 就跟蒙古人的 那个信仰一致 他在那个地区环境 他从小一起混蛋了 他这个一敌一友 蒙古人对他来说 为什么他打蒙古 他厉害 他了解蒙古人 等到他的 这个曾孙子 那个笨蛋 那个朱祁震 朱祁震 名音中朱祁震 去打 两天时间 48小时 我们现在说 台湾打仗 要撑几天 其实战争一发生 不是 有的时候很难讲 很难讲 我也不是说唱衰 你看土木堡 50万大军 军出征啊 出征人家 只有5万小军的 就野先部队 就蒙古 一个残余的部族 瓦勒族 而且他来跟你进贡 他年年都来跟你进贡 只是他进贡 他谎报了 那2000人 谎报成3000人 你去克扣人家的东西 这是 关键 才引起了这场 不必要的战争 历史上最龌龊的一个战争 被王阵大太监 他省下的钱 不是省到国库里 他省到他自己口袋里去 坏头贪污这种人家 人人得以阻止 就他率军去的 以谁挂帅呢 以民意中朱祁镇挂帅 朱祁镇才23岁呢 我们这老小子 他实际 都军是他 一个人家没揽蛋的人 你想想看 他一辈子也没出过工的人 他统领50万大天出生 想学他曾祖父 永乐大帝 你行吗 48小时 全军父母 而且图木宝之变 1449年8月份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对历史也有兴趣 我们也有一些琢磨 1449年的 也就是明代正统年 正统14年的8月份 全军父母 图木宝之变 明英中朱祁镇被俘虏 造成了国家 整个的一个震荡 赶快再立他的老二 立他的弟弟 就是朱祁镇 朱祁镇叫做明代宗 代理的代 明代宗 明代宗朱祁镇 赶快来蒂布这个话 才勉强把这个国家给 要不然马上人家 人家就濒临城下 那个时候还要有 于谦这些大臣 这些忠臣 在那里复国 所以 朱祁镇 除了让他们的 这个皇权 有了这样的一个 窝除了这种变动 后来又发生 夺门之变 当兄弟之间戏强 所以明朝真正的衰败 就从这时候开始 而且明朝的 整个的一个 国家的大战略 从他的地缘政治里发生改变 从图木堡之意之前 明代对周边的国家 都是用阳仪的那种心态 都是用什么 主动攻击 主动攻击 出征的那种形态 对蒙古人 主要是对蒙古人 来自北方的威胁 主动动不动就打你一下 把你再往北边赶 蒙古人看了吓死了 我就往西北前逃 从图木堡之意之后 就1449年 之后 整个的明朝的大战略改变了 就变成 由攻击变成防守 就像台湾 变成没有出息了 然后我们以前反共大陆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我们以前搞的民运 这个方面来讲 都付出了一番的心力 虽然是讲历史 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固守 越来越保守 而且现在讲来历 就等待人家来救你 你现在的国防走到这种 我等待人家来救你 这东西是这样子 把自己的安全 跟自己的幸福 交到别人的手上 这很不切实际 就像明朝图木堡之意之后 国家一日千里的什么 一泻千里 不是一日千里 一泻千里的往下坠 他整个国家的一个 国防大战略都改变了 原来是公式的 把它变成守式 好不好 一直守到最后 连一个什么闯王都叫做皇帝 闯王还没到 这皇帝就什么 在眉山上 就上吊自杀了 留下这段明朝 出其那么强盛 你看他的龙 为什么龙 我们都喜欢介绍什么 永轩的龙 谁去介绍那个明朝末年 或者这个周后期的这个龙 很少 最多真的勉强了 带点卡通味道 带点搞笑味道的 陈化 陈化的龙 那陈化的龙已经是什么 国力已经细细的比 然后有点什么 斗趣斗趣的 带有童趣的味道 在后面这个东西 根本都不能看 根本都不能看 好 我今天就主要讲 讲这个目的 第一个 就是让大家知道 骰龟子的由来 第二个 配合了那个 丹麦的那个排卖 让各位知道 为什么我们知道 永乐初期的时机呢 你从他的这个龙的身上就看着他 那个比特斯的那种 那种 有点故意怎么样 让自己显得 劈头善法 有永乐龙的那种味道已经出来 但他还没有到了定制的程度 他那件是这样 我们这件跟他没有完全一样 但也是有这么一点味道 他把向前冲 而且显得毛渣渣的 毛渣渣的 那种是一个时代的一种特征 另外说我们这个 迪布 我讲我自己的 除了他的文士 跟他那个有相同跟不同的地方 但基本上都是 都是永乐早期 因为永乐有二十几年 他早期的时候是去 这个是 跟蒙古的 跟元代的瓷器 还有所呼应 有所观念 到了他的永乐中期的时候 完全他就自己定于一尊了 他就拿自己龙的形状 各方面也都成了定制 这在定制之前的永乐的初期 另外我们底部的胎 修胎的方式上 他兼有元清花的那种修胎 跟兼有永轩瓷器的那种 梯形的那种 圈竹的味道 但是也沾了一点点用 这也是那时候元清花的特征之一 好不好 我想今天就说到这里 剩个时间给各位照着 给各位看一看 每次拿了灯都忘了照 这个还是有他的这个 很有他的气势 这是我看到的 骰盔子造型的碗 不得洗 来说这是最大的一件 在我手上快三十年了 快三十年了 我看到的是这一件事是最大的 而且看起来最凶猛 这个龙看起来很威猛 很凶猛 很凶猛 你看那个龙的那种气势 但他带一点野性 就是在永乐初期 他还没有定制的时候 他这个龙 龙你在画的凶 凶 但是毛渣渣的感觉 毛渣渣的 还包括他的这个 所谓的穿云 这个云纹 不管是躲云好 十字云也好 热字云也好 他的云都看起来比较什么 随性 带一点带一点点 那个原青花上面的味道 那个笔法 下笔很快 下笔说笔都很快 他不像真正到了永乐 永乐 育瑶场 各方面制度都建立完善的时候 他的那个笔法上 各方面都趋于沉稳 就像一个国家一样 就像草丧初期的时候 他要带一点那种野性之美 他到了中期稳定的时候 他就形成制度 一切都走在制度里面 讲难听一点就比较僵化 讲好听一点 规规矩矩 中规中矩 以这种荣文来讲 不够中规中矩 他还不够中规中矩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这种演变 还包括他的一些特殊肌肉 还包括他的这个底足的部分 我都跟各位讲 而且各位有机会来上手 因为太重我就不拿起来 上手的话你摸摸看 他的气里面那种感觉 那种自然的那种起伏感 虽然他右上很厚 而且这个带一点白中泛青 所谓的亮青油 他也是带一点 那蒙古人的那种 所谓的这个 原青花上的那种 所谓的那种 暖白 所以暖白就白中泛青 那种 包括这个肌肉 肌肉的地方 你看起来摸起来那种感觉 就是会让你 体会出来那种时代 那种时代 在那种草创初期的那种感觉 不是永乐盛 而就是盛起 是永乐初期在草创 这方面都还处在 不稳定的状态之下的一个产物 但他有这么大一个格局 和气势 也是不简单 好不好 我们从欣赏的角度来说 这也是一件不错的一件 值得珍藏的大气 好 今天说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再来